大量灰色泥水从被毁坏桥梁旁的河道中涌出 大批村民在一旁围观 根本是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水毫无忌惮地奔流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博尔 狐蛇屠盛的一座城市当地四号 因为过去五天的季节降雨 迎方洪水和土石流 民众只好带着家当赶紧离开淹水的家园 强风暴雨袭击海滩 惊人的天气民众仍无所畏惧在海滩自拍 军警则坐在卡车上 在淹水的街道四处巡逻 热带风暴代比将在美国当地五号登陆佛州 大雨袭击佛州麦尔斯堡海滩 气象人员表示由于代比速度不快 会产生更大量的降雨 呼吁民众注意所带来的灾情 火红烈焰不停从草丛窜出 消防员努力救火 全球各地天灾平传 南美洲的伯利维亚 因为天气炎热干燥 引发大野火 今年一月到七月 波国共出现一万七千七百个火场 创下历史新高 导致村民被迫从家中撤离 来到亚洲也是艳阳高照 韩国经济道黎州市4号气温突破摄氏40度 创下今年最高温记录 三天内死亡的人数达到6人 而邻近的日本也面临摄氏37度以上高温 城本县与城市一段铁轨 更因为太热导致变形 铁路局职员拿着冰块 冰敷轨道才能恢复正常 当地气象局表示 炎热天气将持续 要民众多喝水待在冷气房中 以减少中暑的危险 文审国政策做的